这高雄的房地产是不是也已经准备好了呢 因为高雄地价终于出头天 新复发建设昨天宣布是砸下了巫师七亿 买下位在高雄的2470坪土地 换算下来等于每坪土地的价格有230万元 这已经是创下了南台湾天价记录 也坐上了南台湾新帝王宝座 新复发预计明年初会推出豪宅建案 只是外界也开始担心了 未来高雄的房价会不会下不来 敢冲敢坐 新复发董事长郑青天因此有鲨鱼称号 这次又震撼市场 宣布加码投资南台湾 砸下56.83亿元 买进高雄美术馆特区的2470坪土地 换算下来每坪约230万 不管是购地总价还是单价都创下南台湾新天价 其实今年到现在我们已经购买了两块土地了 金额也接近三十几亿四十亿了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房市还是看得很乐观 南台湾新地王看好这波大行情 明年初将推出豪宅建案 每坪售价约30多万元 总销上看150亿元 外界也普遍看涨未来一年南台湾的房价 明显是北温难热 但也有人担心高雄的房价恐怕很难下来了 那整个房地产是不是就由他一个人在炒作 在喊家 年初远雄集团董事长赵腾雄才大批新复发董事长 郑青天炒作房价 但郑青天表示自己从高雄起家 对高雄的感情很深厚 但高雄房价近20年来并没有明显涨幅 此时应该就是最佳起掌点 春燕真的飞往高雄了吗 新复发表示 现在每笔在高雄的推案 都在两三个月内卖出六七成 加上高铁转运站 海空机冒陈的高雄港和亚太空运中心加持 都让各界对高雄前景抱着很大的期待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